Milk It 大家好,歡迎來到Milk It 今天要教大家做檸檬杯子蛋糕 配上檸檬起司醬 這個蛋糕吃起來很好吃 而且很清爽 我是用分蛋的方式 來讓這個蛋糕吃起來很輕盈的 我不會說它的做法很簡單 因為要做出不縮腰不爆破的杯子蛋糕 要注意很多小地方 尤其是烤箱的溫度 這甜點就是讓你徹底了解你的烤箱溫度的時候 我建議要有一個烤箱溫度計 這樣子才能確定你的烤箱溫度都是正確的 我加的是美式大烤箱 所以不能調整上下貨 所以我做這個杯子蛋糕 在測試溫度的時候 遇到各式各樣不一樣的狀況 那因為我想要做出完美的杯子蛋糕 所以就有像小強打不死的精神 用了有兩打的蛋 做出有十次的不同樣子的杯子蛋糕 所以呢,從中也得到很多心得 那在影片裡我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繼續看下去喔 首先我們把蛋白蛋黃分開 打蛋白的碗要確定是乾淨的 而且沒有水 分開的蛋白也不能有任何一點蛋黃 不然打蛋白會失敗 在蛋黃裡加入牛奶 油 和檸檬汁 把材料攪拌均勻 油水都要融合 再過篩低筋麵粉 用Z字形的方式把蛋黃糊和麵粉攪拌均勻 不要過度攪拌 避免筋性形成 要攪拌到看不見粉粒 之後削一半的檸檬皮進去 檸檬皮是這個蛋糕主要的檸檬香氣來源 檸檬盡量要選有機的 皮在削之前也要先洗乾淨 把檸檬皮和麵糊混合好就可以了 稠度差不多這樣 放一旁我們打發蛋白 蛋白裡加入一小匙檸檬汁幫助打發蛋白 剛開始我用低速把蛋白打出泡泡 糖會分三次在不同的時候加入蛋白 有很多粗泡沫形成後 我先加入三分之一的砂糖 再用中速攪拌到泡泡變細 之後加入另外三分之一的糖 持續用中速攪拌到蛋白出現紋路 這時候我加入最後三分之一的砂糖 用中速攪拌到中性發泡 中速打發比起高速打發 會讓蛋白比較細緻 等會加入麵糊裡 不會讓蛋糕有大氣孔 打到像這樣蛋白霜很挺 有一點小彎勾 有些人會繼續打 打到乾性發泡 我個人認為如果乾性發泡打過頭 會影響到麵糊的混合 這樣反而之後攪拌會消掉更多氣泡 混合麵糊的時候 先把三分之一的蛋白霜加入 再翻拌均勻 再加入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要用翻拌的方式避免消掉太多氣泡 最後加入剩下的蛋白霜 從下往上翻拌均勻 好了的麵糊還會看起來蓬蓬的 放入紙杯 我用冰淇淋勺放7分滿 再用牙籤劃掉大氣泡平整麵糊 放到預熱好的烤箱用低溫烘烤 下面我有放一個烤盤 避免下火直接烤蛋糕 我的溫度提供參考 我只有單一的烤溫 有上下火的會比較好控制 出爐的時候正一下烤盤 排出熱氣 烤出我滿意的檸檬小蛋糕 上面沒有凹痕也沒有裂痕 下面也很平整 剝開來蛋糕也超柔軟的 做檸檬起司醬 把軟化的奶油奶酪放到碗裡 再加入糖 攪拌到糖和奶油奶酪完全融合 很平順 加入前一天做好的檸檬醬 檸檬醬的連結會放在上面 加入鹽 攪拌到非常順滑 顏色會變成漂亮的淡黃色 加入鮮奶油 打到會看到明顯的線條 整個檸檬起司醬也很光滑 像這樣的質地 我都可以聞到陣陣的檸檬和起司味 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非常地好吃 一定要特別講三遍 怕你們不知道 起司醬放入擠花袋裡 填入杯子蛋糕 這樣檸檸檬就完成囉 我第一次烤很明顯上面凹進去了 我只用了50分鐘兩段式烤 所以中間還是濕的 這次是烤溫太高 表面直接裂掉 底火太高或是配方有水高 也會導致蛋糕底部凹陷 這個是用小烤箱烤的 因為空間不多 離火太近 上面結皮後每空間發展 就在旁邊開花了 這個外表還可以 撥開來看裡面 結果 竟然是空心的 這是底火沒用烤盤擋住之前 造成中間中空 這個還算好一點 上面稍微不平整 可是沒有凹陷 撥開來 裡面可以看得到一些大氣孔 因為這次很沒有耐心的 用高速打發蛋白 所以打蛋白霜真的會影響蛋糕體 以上是我個人不滿意的成品 當然每個人可能遇到的問題 和成品都不一樣 這裡只是提供參考 好 這就是適合恩便的檸檬杯子蛋糕 杯子蛋糕要烤全熟 才不會縮腰 那剛烤出來的話 口感也會偏乾一點 所以我建議杯子蛋糕 烤出來先放在密閉的保鮮盒裡面 然後放到隔天 有點出水氣吃 會比較柔軟 那像我這個是放到隔天的杯子蛋糕 那你摸表皮 它的表皮因為有烤熟 所以它不會沾黏 可是我個人是認為烤全熟的口感會偏乾一點 所以我比較喜歡八分熟的感覺 雖然烤出來它上面會有一點凹 可是你可以用我們的檸檬起司醬 來填上面 所以就會蓋掉瑕疵 那吃起來也會非常的好吃 這個甜點最好吃的地方 其實是那個檸檬起司醬 它有濃濃的起司的鹹味 配上檸檬的酸 非常對味喔 如果你們要做這個檸檬杯子蛋糕 一定要也要做這個起司醬來做搭配 希望你們都能一次成功 喜歡我們的話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喔 有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好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